我們下一個議程要開始了 我們接下來的講者是吳玉瑋 他是RustTW的Maintainer 也是Tauri的核心開發者 他今天帶來的主題是 如何轉職成死靈法式復活Servo 我們掌聲歡迎他 謝謝 謝謝 First of all, does anybody prefer using English because if there's no foreign or you are okay if I speak in Mandarin and I'll just speak in Mandarin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我是吳玉瑋 我是幾年前我有參與RustTW的Studing Group 然後我自己也在裡面有翻譯了RustBook 所以說現在網路上看到的RustBook 一開始是我翻譯的 所以說我可以說幾年前 我算是蠻積極在擔任一個 像Evangelist傳教師的工作 近年來我的目標開始有點改變了 我想要寫流感器 那可是不只是流感器 我想要寫一個可能不一樣的web engine 那我看到了Servo 那也是我幾年前開始 有一部分想要參與的Servo Project之一 那近年來我發現很多問題 那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專案 那我也解釋說 為什麼我會想要當死因法師 為什麼我想要轉職從 傳教師轉職成死因法師這樣子 那不過本身這個Track其實 就單純在介紹說Servo的現況 那要是你不知道Servo的話 我認為這個Track對標解什麼是Servo 什麼是Web engine來說 對你會很有幫助 然後對於想要如何貢獻 也會非常有幫助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有人完全沒有聽過Servo的 有嗎 有 有 那不錯不錯 沒關係 那Servo其實跟你平常聽過的Web engine 並沒有一樣 不太一樣 像你有聽過 現在最主要的就是Chrome 可是Chrome其實是 應該說現在大部分的流感器其實都是 也不算疊價床 疊價床好 這樣講就行了 就是它一定是基於某個Stack 再往上去 Chrome 雖然說它是2008年好像很新 它才15年 15年 它才15歲嗎 沒有 它其實是基於Web kit Web kit是在2002 我忘了 2002 那Web kit其實也不是自己創的 它是用1998年的KDE的KHTML 就是KDE的Web engine 所以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流感器其實都是很久以前 它至少已經有快25歲的歷史 當莫斯利亞在2012要開始研究 想要改善它的Firefox的時候 它成立了一個專案叫Servo 那它的本意就是用一個新的語言 那也就是我們現在知道Rust 去重新嘗試改寫它全部的Stack 那它想要針對一些實驗或一些改善 然後就從Servo證明方著手這樣子 那Servo現在呢 已經是一個完全獨立的Web engine 所以說 所以說它和其他的大多數的流感器不一樣 就是它是 它可以自成一個 它不必依賴其他的Stack 不完全對 不過我後面解釋 那它達成了什麼呢 那第一個我覺得其實大家不會在意 但是我非常在意的一個點 就是它要有Modularity 它非常的模組化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流感器最大問題我覺得就是 你沒辦法拆開它所有東西 像是最近Google不是 它終於有它的GPU的 WebGPU的Library了 但是你拔不出來 也許你夠厲害夠強 或者你花夠多的時間是拿出來 可是你是做不到的 但在Servo它幾乎所有東西都是 都可以製成獨立的Crate 你需要的話你是可以 直接Import那個Crate 然後就直接來使用 所以說現在你看到的很多 很多Web相關的Crate 其實幾乎都出自於Servo 像是HTML Parser CSS Parser 甚至URL 甚至是你看過的Coco 或者是各種 各種系統常用的框架 其實幾乎都是 都是從Servo來的這樣子 那第二個目標是 就是要平行化 因為當時十幾年前 大家開始注意 那個平行設計 那這也是它的目標之一 所以說它針對的像是Style Style就是 當你有一些CSS rule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Path出來 然後解析出一個你需要的 資料結構 還有Layout Layout就是 當你拿到了DOM的Structure 還有你的CSS List之後 你要怎麼把它組成 另一個Display List 然後去告訴說 我的Render要怎麼去渲染 出畫面來這樣子 所以說它其中一個目標 也是要讓這些 非常繁重 然後很難以割捨的元件 去做出平行化出來 那最後還有一個是 也不是最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想要可以跨平台 然後非常好用方便的 或者說非常 非常穩固Solid的GPU stack 那這也是它達成目標 現在有一個 它其中有一個Crate 它已經完全獨立出來 叫WGPU 這個是一個 用Rust寫的 Web GPU 韓式庫 那它已經不再Serve出來了 它已經完全移植出來 它可以跨任何一個平台 然後幾乎所有你看過的 像所有Rust的GUA框架 或者是遊戲 像是Bevi Bevi Game Engine 對吧 它也是用WebGPU WGPU 所以說 基本上Serve的GPU stack 幾乎已經被廣方 運用在所有Rust的GUA ecosystem這樣子 那WebRenderer是 它運用WebGPU去渲染出最終網頁的東西 那這個WebRenderer這個Crate也是獨立Crate 那雖然說它 不太實用 對其他人可能不太實用 但其實這個Crate是 Firefox到現在都還在用的一個Crate 那最後還有就是 當然嘛 因為 既然用Rust 那目標就是希望可以降低Memory Safety 那其實這個是 我算是最後提出來一點 不過其實是 他們當時非常需要 極需想要解決的問題 尤其是Safari當時 其實絕對不是 絕對不只70% 這是Chrome才有70% Safari當時其實是90幾% 90幾%Memory Safety Issue這樣子 那Chrome到這幾年也發現了 就是說 我有再厲害的工程師 我有再厲害的能力 那我就是沒辦法 我就是沒辦法阻止Memory Safety bug 這70%裡面有一半 甚至是 就是簡單的use after free 就是這麼簡單的 的Bug還是大家還是會寫出來這樣子 那在Rust的 要是你用Rust 用 不是 對不起 在Servo你用Rust寫的幾乎 所有Crate 幾乎都可以抵擋Memory Safety的issue 這樣子 那 然後就 就沒有然後了 就是 2020年的時候 Mozilla 決定說我要 我要大裁員 就是甚至在COVID 大家還沒開始 在差裁員之前 他就決定說我要大砍250人 250人 他們當時大概有1000多人 所以說等於是踩了快25%的人 25%大18人 那這幾乎是 所有的Rust Dev 跟 跟 Servo Dev 那 Rust的大域當然比較好 他們最後就 製成一個 成立了Rust Foundation 然後 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那 Servo 就沒有了 團隊幾乎就解散了 那 Linux Foundation 就有免為 就有名義上說 我接收你的 你的CICD 我願意幫你出錢 不過就這樣子 所以說 過去幾年 其實就只是只有 讓CI繼續跑 然後 整個專案有點 名存實望的感覺 但 這不代表說 大家都離開 就是不代表說 我們就不想要 不想要讓這個Stack 繼續下去了 因為 Servo本身 還是有很多很有意義的東西 他裡面幾乎所有 不管說 一半以上元件 到現在都還在用 Firefox使用 Firefox 雖然說才很多人 但是 還是有人在Firefox工作 對不對 所以說他還是想要用 也不是他還是想要 他不能不用 他不能不用 Servo的Crate 像剛剛講WebRender 像剛剛講的那個StyleCrate 他們到現在還在使用 所以說 有一部分Firefox的人 到現在都還在繼續維護Servo 那其他之前被裁掉的人 雖然說 沒工作了 可是 他們還是想要 找 希望想要可以復活Servo 那 最後 他今年算是有不錯的轉變 就是 被裁掉的人 還有一些些貢獻者 找到了一個公司叫Aigalia 一個 歐洲的 西班牙的 有點像是 開源的 開源的公司 然後 想辦法 應徵了當時 被裁員的四個人 是很少沒錯 但是四個人已經夠了 成立的 成立的 就是重新 重新啟動的 Technical Steering Community 這是一個 有點類似 board董事會的組織 那 這個組織 並沒有在做 開發的事情 它 相反的 它是在做 組織化的事情 在做 在做 infra的事情 就讓一切可以 回歸正軌 對 那我們已經有CICD 那我們至少還需要 繼續更新下去 我們要讓整個專案 可以 可以維持營運的狀態 那 這就是TSC 今年的目的 那今年很多的動作 其實基本上也都是 為了讓server 可以重新健康起來 我已經死掉一次 我至少 至少先 確定我的 我的股價都還是完整的 那我們再看看 社會會怎麼做 不過 雖然只是做非常基本的 營運 或者是維修的事情 但其實今年的 Commit跟Patch 都已經 遠超出去年的 遠超出去年的 的數量 這樣子 那 做的東西有很多 那當然就是 我們有CICD 那我們 要更新 譬如說更新版本 我們可以跟 還有要確定說 我們的Stack 離開Linux Foundation後 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那另外還有就是 很多更新的 一堆Dependency 要用 雖然說 server自己是在用Rush的 但他還是有很多 元件是用其他外部的 像是 Python 就是他的 他本身的Build Script 其實是用Python寫的 那 像很多 Web API 其實 都是用一個語言 叫Web ID寫的 那你要 手動 手動寫成 Web API 那應該是很繁複的過程 所以說 他其實 有人 專門寫一個Library 用Python寫的 就是將Web ID 轉換成Rush code 自動轉換成Rush code 那這邊也是 Python需要用的 那還有一個最大的Dependency 就是 SpiderMonkey 就是 JS的 Runtime 基本上 目前為止 並沒有人真的用 用Rush 重寫 JS的 Runtime 因為畢竟那是一個非常 另外一個更大的 更大的Dependency 跟專案 所以說 server 基本上 還是用 SpiderMonkey 那我們 我們今年有 盡量更新的 SpiderMonkey到 盡量跟上 SpiderMonkey的 最新版本 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是 我們 W 我們要 重新更新 WTT test 那 WTT5等一下會解釋 那 基本上其實也差不多 是CICD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 跟測試有關 那 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是 Layout 就是 當 我前面有講說 我們有 Server有一個目標是 想要做平行化的 平行化的目標 那 Layout 雖然有做對 但他只做對了一半 所以 他當時 一開始 在做Layout的時候 Layout處理的部分 其實就是從DOM 我有一個DOM 的Rule 然後轉換成 WebRender要渲染的 的資料結構 這中間的所有過程 那 當時在做的時候 他們能盡量平行化 就盡量平行化 那 最後發現這是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有些 有些弱是可以的 是很正常的 可是像 Ubsolute Layout 像Flex Layout這種東西 最後發現是 有些東西是一定要很 一開始就要 確定順序 這是不太可能 就一開始就把它 全部都平行化的 這樣子 所以說 2020 他們 想出了 就我們要重寫Layout 然後想要 想說 先盡量可以先 先 一連串的先做好 然後再有機會 平行化 再做平行化這樣子 可惜 2020剛剛好就是 裁員的時候 所以就沒有繼續了 那今年就是先找到一些 比較核心的 開發者 然後 把他們集結起來 然後再重新繼續 繼續 開發 然後再要2020 這樣子 那未來的話 TSC 有在meeting上面提到一個目標 是 想要完全 變成一個完整的 瀏覽器會很難 因為畢竟 使用者會要求說 我想要所有的API 我想要幾乎所有東西都 運作正常 CSS 要不只CSS2 不只CSS2 或者是我所有的 如果我都要有資源 那是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我 目前我們 TSC Servor TSC 想要的目標是 至少說先可以先 給一些Embedded專案 就是先把它變成一個框架 像我本身有在 參與另外一個專案 叫Tori 它本身可能有用到 我們只需要一些些 非常 非常subset的 如果 比如說CSS 我可能只需要CSS2就好了 那這樣我就很滿意了 所以說我們 Servor未來目標 可能先走 先從Embedded Target 可以開始這樣子 當做下一步 那我剛剛講到WPT WPT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測試平台 幾乎所有的瀏覽器 都會做這個測試 叫做Web Platform Test 它會測試 所有幾乎 所有網頁瀏覽器的 需要的東西這樣子 那 你 它的 統一網站叫WT.FYI 你有興趣嗎 你現在可以去測試看看 那 他們會 陳列所有主要的 瀏覽器的目標 像是Firefox 像是Safari 像是Chrome 裡面 它也有其他一些 大家不太常聽過 一些不太知名的 其中也 包含Servor 那 Servor 不只是 不自由列在那邊 它其實也有自己的 自己的網站 那 它上面網站 目前的唯一 目前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想要盡量把 CSS2的資源 弄好 那截至 昨天 前天好 前天我看到為止 它的目標已經到75% 就至少CSS2的話 已經可以完成40 四分之三 那 照 iGalia的開發者 他們說 他們其實已經把Flex完成了 就是之前 舊版的Layout Flex做不到 那現在 現在新版Layout 已經至少可以完成 基本的渲染 那 喔 就 原本想講Demo 不過 你現在其實 看到這個簡報 其實是 跑在Servor上面的 這個 我現在用的不是Firefox 也不是 也不是Chrome 這個是完全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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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Servor 然後我寫了一個 就基本的HTML 跟一些 Java JavaScript rule 但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我可以 可以show一下 就是其實還是有一些Hack 需要寫 因為畢竟 畢竟 Servor沒有辦法支援 還沒有辦法支援那麼完善 這樣子 就是 關於在寫JS 我在LoadSlide的時候 其實我有加一些Hack 這樣子 就是在讀區的時候會 盡量讓它可以 可以移動比較順 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 並沒有那麼完整 不過我覺得還是很漂亮 就是我是覺得 Size跑的時候還蠻順的 而且還蠻酷的這樣子 就是 那我的 那 除了我的Size的Demo以外 它 我們Servor還有一個 Servor.org裡面 其中有一個Tab 會顯示說 他們以前 曾經嘗試過的Demo 那其中一個比較酷的就是 他們有這樣CSS的 用Pixel去顯示出來 那其實這個就展示了 CSS的那個Style的 平行化設計這樣子 看起來是不行 我沒有讀去 看起來是不行 我沒有讀去 我不知道 看一下 幫我重新讀去看看 看一下 好 好 有有 它就 可以看到 它還是蠻順的 這樣子 那它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酷的 就是可以展示 我剛剛講說 WGPU的實力 其實Servor也可以支援 已經有非常完整的 WGL支援 那其實就是用到 那個WGPU的Crate這樣子 所以說 雖然說Servor本身 沒辦法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它其實有非常 非常穩固 非常強 強健的 Web Web渲染的 Stack 的Library 那如果你想要 Contributing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去 Servor的Github 我等一下會 會留Servor的連結 那上面就有從 你可以從 QuickStar開始 或者是你可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 他們的 統一的社群的窗口 是在Zulip 那雖然說人沒有很多 不過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開 你可以開一些 Stream 或者是Topic 去啟頭 去問說你想要的東西 這樣子 那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也可以先從 比如說 寫一些很簡單的Demo 像是我寫這個Servor 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實驗 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 可能貢獻到說 Servor上面Demo 加多一點的Demo 給大家看 因為 ServorDemo裡面的 所有的範例 其實都是 幾乎都是採源前的範例 這樣子 就是已經很久了 那最後當然就是 要是有Bug的話 就是歡迎回報 那 謝謝大家 那 有 什麼問題 或者是 對Servor有什麼 什麼有興趣的點的話 就都歡迎 提出來問問看 你說Servor整合的計畫嗎 Mozia沒有 但是Mozia其實有 不少 就是 不少 不少員工 就是 他們沒有直接在 參與Servor 但是 畢竟他們跟他們工作有關 所以說 他們一定會維護 然後甚至會嘗試 聯絡我們說 哪邊有Breaking Change 你要記得注意這樣子 像是 剛剛的Style 就是做CSS的部分 的開發者就很 非常滿 滿熱諾在 在支援的 那 Webrender本身 其實就是他們本身的 渲染的Stack 幾乎是他們的重點本身 所以說 他們一定有花精力在維護 所以說 基本上 雖然 Servor本身沒有在維護 WGP 但是你每次看到 上面的Commit 幾乎都是從Mozia來的 不過 Mozia本身的話 沒有 他們沒有在 沒有在 或者是沒有意願 想要再繼續 重新 重新去 參與 直接參與Servor 這樣子 都只是剩下 就是 跟Servor有關的 的 歐斯亞員工會有興趣 這樣子 想拖問一下 就是 那您現在是在 就是STC裡面 還是就是 是用什麼方式參與 那現在這個專案裡面的 貢獻狀況 看大概人數有多少 這樣 喂 喂 呃 TST的話 只有 iGuardia大概四個 然後 名義上 你大概 從他的那個 官網上面看到 十幾個人 不過我講大概就四個人 這樣子 那 Servor算是全開源的專案 所以說你有興趣的話 就我上面 是不是 你可以 可能 可能就從Guitar上面 找Servor連結 或他們官網找Servor連結 基本上 他們都會 想辦法回應或者是參與 這也是我一開始 一開始 投入的機會 那 像 Servor裡面其實就有一個台灣人 不過他現在在日本這樣子 嗯 剛才提到說 Servor裡面的JS引擎是Spider Monkey 然後說現在沒有重鞋的計畫 那我想問說就是 因為我的認知是 孔敏人用的Viva引擎很快 很厲害之類的 那有沒有可能說 把那部分 因為你說Servor都是模組化的嘛 那有沒有可能 代換成Viva 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更快之類的 我記得我們 Servor上面之前有一個Stream 有專門討論到這個問題 那 理論上是可行的 因為Servor裡面有一個Crate 叫Script 叫做腳本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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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專門對接Spider Monkey的Layer 這樣子 那 理論上你要的話是可行 不過 WebGPU就 比想像中複雜 像我剛剛講 他們 在ParseWebIDL的時候 其實是用Python 那它其實 是專門針對Spider Monkey 的JS Runtime 把它Parse and Rust 寫的這樣子 所以說 理論上是可以 然後我 自己也蠻想要的 不過 不過 一定會有一定 就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的 就 一個人的人力是可以做的 但我覺得 基本上就是另一個 專案的問題 這樣子 像目前為止的話 Servo的主力就是在更新 Spider Monkey 因為光是更新就很辛苦 因為像 Viva這種 還有Spider Monkey 這種JS Runtime 他們的更新都是直接的 升主板號 每次更新都是Breaking Change 所以說 還蠻辛苦 像目前 Servo在107 那它升上109 最大的問題是 我記得 Buffer Array的API 在 就 Spider Monkey 全部被移除了 它叫你說你要自己寫 這樣子 所以說 就我們等於少了一整個 少了一整個 Web API 要自己重新寫 我們才有辦法升級 Spider Monkey 到109 這樣子 而且這是109的問題 現在已經 已經過好幾個月 應該有更新的Spider Monkey 版本了 嗯 嗯 還有 三星 就我所知 我沒 聽過 不過 不過 比較有趣的是 也有其他公司有興趣 不過基本上 像我公司也有 想要嘗試 不過 基本上都是 給一些目標 然後再看看 Servo願意怎麼走 像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消息 也不算消息 這是公開消息 就是 鴻蒙 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對 鴻蒙說 你可不可以支援到Android 就是希望Servo可以支援到Android上面 那其實Servo可以支援到Android 不過 不過 我不知道 目前我之前看到的StrapeStream 就是 鴻蒙他們有 說可不可以先支援到Android 然後 畢竟 Android的Target 其實是在 Layoff之前寫的 那現在 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在 支援Android 不過我覺得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 最難的大概就是 WGP 怎麼跨平台 那WGP 其實本身也可以支援在Android上面 所以應該不是問題 可能比較 比較 需要在意的點 應該是Android上面用的 具要Library 是不一樣的 叫做 Android 就是 還是Android 忘記了 就是 一個一個跟大家 平常 聽過不一樣 就是它不是 什麼DirectX 它也不是 OpenGL 它是一個 Google它用的是自己的GL stack 所以說你可能 在移植的時候 會需要注意到說 要怎麼支援Android 這樣子 沒有話 今天先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會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找江澤 再多聊聊 相信在座的各位 應該對Tary都蠻有興趣的 很多人都會 來探位問Tary的問題 那 核心開發者在這邊 所以把握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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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